另外就是说有关这个英文的月份名称 你可以透过那个像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Excel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好的工具 因为它现在是一个看得到 而且可以快速产生 很多资料也都在Excel 所以这东西怎么样快速转换成Python 其实它两者之间是互相可以互助的 不是说你今天用了这个就不能用那个 两边其实可以相通的 Python抓到资料也可以丢到Excel 给Excel用 没有问题 因为我是觉得各自有各自优缺点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资料 当然如果你要不要转成像单引号的话 就是中间前后加单引号 其实有个方法 要不你就把它用Word来排版 像我的习惯就是 要不就是因为偷懒 你一定要有一些方法 像你把它贴上之后 贴到这边它这个换行符号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Ctrl H 可以怎么样 把它的换行符号 这边有个指定 像Word里面它有一种指定方式 是段落标记 就是这个是段落 变成了前路就是双引号加逗点 因为它中间都是用这个 所以你把它全部取代了 取代之后的话 你再怎么样 前面呢 再补一个什么呢 就是前面的那个中刮弧 再一个前面的那个双引号 然后后面这部分就把它删掉一个 然后把它后面中刮弧 再贴过去其实就可以了 不过后我发现 好像很奇怪一点 就是说明明是双引号 我问你把它贴到那个 Python里面会有个问题 贴到这边 再给它这个字串 给它这个 我会发现 就是说它这个双引号 奇怪它变这样 而且会产生错误 那怎么办 我刚刚也再做一些 把它取代一下 就是把这个双引号 再把它取代成 它的双引号 好像才OK 因为这个大家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好像那个微软的系统 跟那个 就是非微软系统 还是有相 有些部分是有相 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把它改过之后 其他的话像换行 后面东西看不到的话 那你也可以把它换行 不过我是建议 你可以加一个反斜线 再Enter一下 OK 那这个反斜线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当成是后面的东西 再把它接到后面去 奇怪 这边 这边 双引号 把它取代过 把它再取代一下 这个东西 它好像贴过来的东西 就好像就取代一个 把它全部 Ctrl F 放一旁 然后取代成这个 那这边的话 replace all 全部取代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产生 你要的东西 我发现这双引号部分 有点问题 其他导致还OK 那再来的话 因为这个list里面 它是 编号是从0到11 所以如果我要产生一个乱数 这个乱数就是随便抽一题来问 比如问题为哪个月份 那哪个月份 每一次一定都不一样 那如果每一次都不一样的话 特别注意 你可以从 利用input一个random 然后前面讲过一个range 这个random range 那你这边可以点一下 其实它这个里面 好像也会自动出现 它的那个random range出现 那这个random range 其实它的用法 跟那个range range的那个方法 还蛮像的 那因为我要从第0的抓 抓到第几个呢 因为0到11嘛 有没有 特别说 因为12个月 从0开始 那所以这边的话 就输入到12 OK 因为它是抓前面一个数字 所以0到11的话 这边要给12 这个跟range 前面用的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当然呢 range 这个rand的里面 还有random range 如果我觉得那跟我们的其他用法不太相似 所以我干脆用这个会比较好记一点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它乱数出现了 比如说像这个range 其实就是抓012 所以它可能抓到一个2丢过来 那抓到一个2之后的话呢 我现在再来就是说让使用者输入 那输入的话呢 当然我这边要让它问题为 有没有 然后就把什么呢 把它乱数抓到的那一个的月份抓过来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呢 我就可以 其实这个string应该可以不用 因为它本身里面就是string了 所以在string再转string 好像有点是多11曲 那就是抓这个串列里面的 比如说2嘛 就抓过来2 所以它会怎么样呢 假设它这边出现一个2 然后呢 它就是把这个2放进来 实际上它就抓这个list里面的012 这个2 然后就把这个march抓过来 所以问题为串接 有没有 几月份就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会跳一个问题 那我再后面输入一个6 那假设我输入错误了 那因为呢 输入的东西呢 它是一个自串 有没有input 那如果说你要比对的话 因为这个乱数产生的是一个数字 跟一个自串 两边一定是无法match的 所以怎么办呢 我可以在input的前面加一个int 把它做什么呢 转型一下 转成这个数字之后 再跟乱数里面产生的比对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如果说我希望 让它不断在回答 不能跳出来 但如果你不用这个回圈的话 它便打一次 答错了就跳了 答对就正确 答错就是不正确 它这样感觉没有那个游戏的感觉 游戏一定是 一直要你在try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 假设这个逻辑 原本如果你只答一次的话 逻辑大概就是这样子 一幅有没有 这样子 触跟force 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要 无穷回圈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怎么样 先在这个逻辑的上面 加一个while ok 那while后面的话呢 就是要什么呢 一个逻辑 那什么逻辑继继续进去 就是当什么呢 当那个 假设我这边有个f f不等于 不等于 1的时候 那就继续帮我跑 记得哦 后面的这个 下面的逻辑 其实这个后面的东西 逻辑 怕他记得要缩排一下 因为他是会在他的下一阶 那python很重视 这个缩排哦 如果你没有缩排的话 程式一定会发生错误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f的变数啊 主要就是用来做什么 判断是不是答对 所以哦 预设值等于0 0的话其实就false啦 其实当然你讲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打成false 你可以打一个false 当然也可以啦 这边的话就打成true啦 不过我的习惯哦 因为哦 其实打true跟false 其实要打很多的英文字啦 那我的习惯比较懒一点 0的话就是false 1的话就true 这样相对会 可以少打很多字 所以预设值就是false 就是他没有答对 那他如果不等于1 就是他没有答对的意思 那就继续往里面走 OK 那所以哦 假如说我今天输入6 那比对的话 6 那我就是怎么样 输入的是6 OK 然后呢 我乱数产生的是什么呢 是2 然后B是怎么样 因为他从0开始 B是怎么样 把它加1 对不对 为什么加1 因为我串列从0开始 这其实很麻烦 你想说 这其实 很容易出现bug 因为很多同学 光加1 减1 这个头很痛 那如果他两边是match的话 那就是把那个f等于1 意思是说 他答对了 那所以再来回圈回来就跳离了 为什么 因为不等于1才进入回圈 等于1就跳离了嘛 对吧 然后就说答案正确 反之的话呢就继续再回答 继续再回答答错了继续回答 OK所以这样乱起来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假设随便在数这个应该是1 我随便输入一个3 答错了 所以2 又答错了 有没有 直到输入1 1之后有没有 这个时候的话呢 两边就match了 实际上这边乱数产生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0吧 0加1 两边才match OK所以这样子enter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 再把f等于1 更改过就跳离答案正确 不过呢 就有同学想说 老师这边 为什么这边要加1呢 这个加1我一直没办法克服 因为实在是多这个加1 让我觉得头很晕 真的 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头很晕 为什么要加1 所以教过一个方法 干脆有一招 两边把它变同步就好了 两边怎么变同步呢 后来我想了一招 怎么样呢 干脆在这边动一点手脚 他从0开始对不对 那我可以从1开始 可以啊很简单 放一个什么呢 空的在这里 那空的就是0嘛 那他就变1了 这样两边不就match了吗 对不对 所以以后就不用管加1 有没有 或减1啦 这两边就同步了 应该知道意思吧 这边呢就多增加一个空的嘛 那以后呢 我就从1开始 产生1到12就好了 我就反正不用管 所以建议各位啦 以后干脆啊 因为我以前写加话就这样 真的很头痛 每次呢加1减1 这每次都会容易写错 那干脆怎么样 我把它控下来 不然它的缺点就是多 一个很小的空间 一个byte 可能不到一个byte的空间浪费 一个byte有差吗 给你10个byte也没关系啦 因为现在基金那么大 那就是说呢 加这个之后呢 那你就把这边全部都改成1到12 这边的话呢 就不用再加1了 这样的话不就好理解多了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这边改成多一个空的 这边的话就1到12就好了 然后呢 这边呢就不用再刻意加1 有没有 答案应该OK了 这第一个可以再让程式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地方可以可以加上去 那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这个f的变数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不需要 像我的习惯 另外一些把f拿掉 那我干脆 更简单的写法 就是你连这个都不用 你们其实 以后会常看到 while1冒号就好 while1冒号什么意思呢 1就是true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他永远会进到回圈 就是说他永远跳不出来 他一直会进去就对了 那什么时候会跳出来呢 其实你可以假设不要这个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print他之后做一件事 他如果要离开他怎么办 对啊 你就加一个break就好了 OK 所以这种写法我是 你也蛮喜欢的 一个是多一个变数 去判断说他有没有答对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 我不要一个变数 反正我就一直进去就对了 我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一直进到回圈 那怎么样处理 离开回圈呢 就是当他答对之后 后面加一个break就好了 这样也可以 所以城市 我讲过啦 写法很多种 那我的习惯是反正 有没有想一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 更好理解 那城市更少的写法 OK 所以基本上 我刚刚又改了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把这个地方加一个空的值 让他零 有没有略过 所以一刚好match 二 三 所以后面的话就match 那你产生乱数就不用去刻意 管他是零 还是就是要加一或减一的问题 另外就是画有无穷回圈的话 另外一种写法 就不用变数 你想说老师那F很讨厌 看起来其实好像有点多余的感觉 如果不要的话 另外一种写法可以用这种写法 我们来跑跑看 改完之后OK呢 其实好像应该也没有问题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呢 这是几月 一直没有跳一月 没有这答错了 答错 答对的话会不会跳零 答对的话 他就会在这边答对 两边match break跳开 OK 答对了 那有没有继续 没有就OK 就离开了 OK 所以这个有关match CIA部分 大概至少会有两种写法 请各位试一下 那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在互相的应用 请各位 试一下这部分 参考大家云端上也有 你可以在云端上稍微找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就是match CIA的部分 我是建议的 这个程式 尽量 我现在写的让自己容易好记 然后好理解 我觉得这程式是最好的 尽量都不用去背它 所以像那个有没有 可以略过那个零 其实真的很麻烦 加一这个 一定要加一之后才能比对的话 其实真的很容易让程式有bug 尤其是里面很多那种类似的串列 像目前只有一个类似的 还可以比较好理解 但如果你类似的数量一多的时候 很多有的是从零开始 有的是从一开始 那你就会开始头痛了 所以尽量怎么样 干脆你做 后来我的洗衣杠干脆什么 把它调成一样的 都是从一开始就好 要不然就从全部都从零开始 OK